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快门视频 独家庆明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紫桥 带您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9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公布了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审讯中对囚犯施加酷刑的报告 披露了其在911恐怖袭击 发生以后多年以严刑逼供收集情报 这些手段是相当残忍 那么这份报告到底有哪些内容 公布背后是否存在所谓的阴谋论 美岸时日评论员吴学兰 唐湘龙为您带来深度分析 美国时代杂志2014年度风云人物 将于当地时间的周三上午揭晓 8座候选人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以及唯一的中国面孔阿里巴巴 集团创始人马云等 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马云此次为什么能够入选 时日评论员吴学兰带来深度分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改选引发讨论 近20名蓝英民带 联署拱朱立伦参选党主席 他们为什么会有此剧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又会否参选 台湾时日评论员唐湘龙 有独家观察 好 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9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公布了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审讯中对囚犯施加酷刑的报告 披露中情局在911事件后 实行拘押及侦询计划 如何在全球的秘密黑云内 以酷刑拷问至少100名被关押的恐怖组织成员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批评中情局 言行逼供并不奏效 所得的情报虚假 而且手段相当残忍 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调查了中情局近600万份资料 以及其在海外秘密关押的 119名嫌犯的审讯过程后 得出了这一报告 总计6700多页 9号公开的是一份长达480页的摘要报告 包括影像资料 其中的要点包括 尽管中情局宣称 行侦调查最初阶段使用的是较为温和的方法 但实际上 从一开始就对疑犯使用了高压逼供手段 使用的行侦方法包括 剥夺睡眠长达180小时 嫌犯经常被迫站立或者其他痛苦姿势 对囚犯实施水刑 用不蒙住受刑人的脸 并反复浇水 令其难以呼吸 感觉即将窒息而死 造成身心折磨 报告还指出 中情局误导证件人士和公众 提供不准确的信息 来谋求批准使用这些行侦方法 20项反恐胜利行动中 没有任何一项是因为用了这些刑讯手段 获得的情报 或者非此手段获取不了的情报 报告还披露 拘押及征讯计划启动全过程期间 在已知的119个被拘押者中 至少26人是被错误拘押 很多人被扣押时间过长 该计划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对此美国中情局回应说 在这一计划执行中的确出现了错误 特别是在初期 但以此方式获得的情报很有价值 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说 奥巴马认为 无论刑讯逼供是否获得重要信息 使用这些手段本身就不值得 他们伤害了美国的价值观 和美国人的信仰 他强调 奥巴马支持情报委员会公开报告 让全世界和全美国的人们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却与中情局站在了同一立场 称使用这些手段进行审讯 是美国爱国者们的举动 这是美国首次发布 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 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 美国政府行政官员担心 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 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 白宫一名发言人8号表示 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海外利益目标 正准备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 美国战地指挥官也被警告说 他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 保护海外的军队和基地 好 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唐湘龙 美国公布的这份酷刑报告 谈到中情局人员 对涉恐嫌疑人的刑讯逼供细节 其中包括了禁止睡觉 水刑甚至是性侵等等 请教二位 这些极端的手段 对受刑人员的生理 乃至是心理会造成哪些伤害呢 应该说给受刑者的生理和心理 都带来摧残性的极大的伤害 我们具体来看 你比如说这个臭名昭著的水刑 就是要给这个受刑人脸上 蒙一块布 然后不停地往这个布上浇水 你可想而知 这个受刑者他就无法呼吸 而且他会引起包括一些抽筋 呕吐这样的一些副作用 而且这件事情过后很久 他的心理阴影呢 也很难被驱除掉 另外就是这个不睡觉 那么简单的啊 如果一天不睡觉 人恐怕呢只是难受 但是你知道吗 在中情局的很多手段里 是五天五夜不让睡觉 那么就是本拉登这个接班人 他所受到的就是 五天五夜不让他睡觉 你想这样一个正常人 他神经的是激进崩溃的一个边缘 还有刚才也提到了性侵 而且这个性侵 他们非人到什么程度 他会用调畜 或者说其他的工具 来对这种受刑人进行性侵 另外还有包括电击 或者说威胁要枪决这个受刑人 等等各方面 他们要做的 就是击垮这些人的心理防线 然后来套取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情报 但是所有的手段 都是非常残忍的 他最严重的身体伤害 当然除了 除了就是说伤残之外 那死亡 这都是呢 曾经曾经遭遇过的 那心理方面来讲 那就更难评估了 那许多人呢 这个是心理上面来讲 一身受创 甚至于呢出现了 就是说那精神异常的情况 那这种对于对于人的不信任恐惧 那甚至于呢 因此呢出现了重度的忧郁自杀 这些呢都是呢 行求呢 所可能会导致的身心的后遗症 但是实质上面来讲 在行求 所谓的所谓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变相的行求之下 那这些呢被行求者本身 为了要能够呢短暂的解除呢 自己身体的痛苦 或者是说呢 在整个一个行求的过程当中呢 整个人呢 意志已经患上了之后 那近乎胡言乱语呢 几乎呢有求必应 换句话 他已经产生了一种 对痛苦的最短时间的逃避 付出任何代价呢 他都愿意的情况 所以行求呢 所得到的情报 其实呢极不可靠 那但是呢 对于呢这些受刑人 对于这些被行求者来讲 所造成的伤害 甚至于呢死亡 那这可能是一辈子的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结论认为 中情局刑讯逼供 未能提供常规审讯所 不能得出的重大反恐情报 但是中情局方面强调呢 刑讯逼供在提供反恐线索上 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 双方呢是各说各话 那请问吴女士 究竟该如何评估这种强化 审讯手段的效果 他们双方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是理解的 因为中情局 你自己干了这样的事情 你要说自己错了 那这个事情 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那么眼下我们就来 稍微离远一点看这件事 首先联合国 其实是有禁止酷刑公约的 所有的缔约国 如果你有证据 被证明你动用了酷刑 你就是违约了 同时呢有很多手段 其实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 所以中情局的那些手段 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并且其实他们也承认过 尽管啊有一些手段呢 可能是上级允许的 但是在实施和操作的过程当中 是超过了那个度 也就是说他们过狠了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 美国这些年安全了吗 其实大家有一个结论一直在说 就是说美国反恐这些年 怎么越反越恐了呢 也就是讲中情局用的这些手段 他并没有取得 他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情局呢 是在替自己厘清这件事情 那这是美国首次发布 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 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 那美国前副总统切尼 对媒体表示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公布报告另有他因 那请问吴女士 您分析这份报告公布的背后 是否存在所谓的阴谋论 如果一定要从阴谋论的角度讲 似乎也有点道理 因为曾经干的那些事 基本是共和党政府干的 现在是民主党的参议员 他们在提出 你们共和党干的事情不对 美国的两党之间 他们是经常攻坚 都要找出对方的不适 有些什么立不住脚 要去把过去的一些事情给整出来 来整这共和党政府 从这个角度看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从全面来看 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渠道 外界可以看到一些美国的人权状况 或者说美国怎么样对待囚犯的状况 所以外界更多看的 其实并不是阴谋 而是美国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它一直在搞双重标准 它一直在标榜着自己的民主和人权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 他们却有很多不讲民主 和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 就是美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民主 和怎么样的一个人权 对于这份报告的公布 奥巴马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态度也是截然不同 那么两位美国总统的态度分歧 是否也仅仅是党派的对立所造成的呢 也很简单呀 这个事情是谁干的 就是小布什政府开始的反恐战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开始动用各种酷刑 他们开始用了这种超长的一些手段 而我们也知道 后来的奥巴马呢 他在上任不久之后 就停用了很多的手段 再一个我们也知道 奥巴马他是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 所以他一定要记住 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他在行为当中 一定不要和这个理念有太多的偏差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总统啊 是分别属于驴像两个阵营 当然不能说对方是好的了 所以他们现在互相指责对方不正确 都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 也是为了维护自己一直以来的 这个党的形象 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份的调查报告 针对的就是小布什前任的 因此你听到小布什出来辩护的时候 无非是要合理化 进一步的去想要去洗刷 当年的这些不公不义的战争 以及莫名其妙的杀戮 甚至虐待 但是这些合理化正当化的动作 其实在今天的国际舆论环境里面 它会被接受吧 我认为不太可能 好那不只是 重点再不只是小布什 你会发现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这个事件上面 在这份报告上面的立场 几乎判若云尼 他就表示在所谓的国家利益 跟爱国主义的精神之下 许多的法律层面的界限 都会被模糊掉 都会被以爱国之名 觉得为所欲为 所以西方的 西方的就是说 这种政治谈论经常讲 就是说这爱国 多少不义之行为 以儒之名而为之 爱国它几乎会 掩蔽掉许多的真相 爱国几乎会使得 我们对于法律 对于公理正义的 基本的追求的标准 因此而降低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我们来看下一条 美国时代杂志 2014年度风云人物 于当地时间周三上午揭晓 年度风云人物 是每年年底 由美国时代杂志选出 其评选的宗旨是 选出对新闻和人们生活影响 最为重大的人 不管是好是坏 虽然称为风云人物 但获选对象 可以是男人 女人 夫妇 一群人 一个意念 一个地方 甚至是一个机器 而2014年度风云人物 八组候选人中有强势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有勇敢的埃布拉救援人员 有美国福克森事件的抗议者 有今年榜单中 唯一的中国面孔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还有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 10月 库克宣布出柜 可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而这一年 库克挥下的苹果股价 涨到史无前例的 119美元每股 并且推出了两种不同尺寸的 苹果6手机等新产品 库克还发布了Apple Watch 该智能型手表将于明年正式上市 这款手表是乔布斯死后 苹果推出的第一个新产品线 也是第一个穿戴设备 自然备受瞩目 1982年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 曾与年度人物失之交臂 而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居然是电脑 那么究竟年度风云人物 怎么选 今年入选的这些人 又是如何影响了世界呢 好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吴学兰 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他到底是怎么评选出来的 为什么一个杂志推出的榜单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要说时代杂志 选这个年度风云人物 这可历史太长了 是从1927年就开始的 而且最开始 为什么他们要选年度人物呢 首先是因为那一周 他们杂志没有什么 特别重大的新闻可以写 再一个就是那一年 林白飞跃大西洋这件事 当时发生的时候 他们没觉得有多重大 就是没有报道 可是到年底的时候 却发现 哎呀这件事情 大得不得了 应该怎么样 把它补救一下报道呢 后来就想 哎我们把它作为 一个年度人物来报 从此呢 就有了这么一个思路 之后呢 有很多啊 包括美国总统啊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物 不论好坏 都成为了这个 时代的年度人物 但绝对不能说 时代选出的人 就一定有代表性 因为呢 毕竟啊 它也只是一个杂志 尽管是美国 最有影响力的 时事杂志 但是毕竟 他也有的时候呢 看的不是那么准 所以关于时代人物呢 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争议 就是说 他选的到底对不对 不过不管选的对不对 那的确那些人呢 是有影响力的 这点是没错的 2014年度风云人物的候选人中啊 再次出现了中国的面孔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那您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入选呢 我觉得马云入选 特别理所当然 首先他是纽 首先纽交所上市呢 他已经是创下了 美股史上最大的一笔IPO 250亿美元 真的是不仅经了 美国也经了全世界 在一个马云的背后 首先是有一个中国 这样的一个依托和平台 中国在全球的地位 不断的上升 中国的重要性 让西方国家 让全世界都不得不重视 所以马云只是一个中国的代表 再有一个就是马云 他的这个从业经历 和他从事的行业 首先马云啊 早年他一穷二白 他是一个英语老师 他完全是个人奋斗 这点非常被美国人欣赏 再有呢 他现在从事的是全球最火的 或者说最有前途的电子商务 所以说是多种因素 让我觉得马云上榜 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很想知道 在您的心目中啊 谁才是真正的 2014年度的风云人物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些 风云人物 我都是很认同的 当然我觉得如果可能呢 有关中国的人物 可以更多一些 而且我们也知道 时代有时候 选出来这个年度人物 他不一定是个人 比如说有一年啊 就是选出了三个字 叫计算机 所以今年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觉得增加一些事件 你比方说中国股市 完全可以上榜嘛 因为中国股市在一天之内 首先是涨满 然后是跌停 一天之内 震幅达到8% 也是让整个财经界 是非常的吃惊 中国股民也说 哇怎么就一天之内 坐了过山车 所以中国股市可以上榜啊 还有如果说 时代可以选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的话 为什么中国大妈 不能上榜吗 你想想中国大妈 无论是跳广场舞 还是买卖黄金 或者说到国外 去收这个新的iPhone6 那么这一切都成为当地报纸的头条 都让当地啊 对于中国大妈是刮目相看 所以中国大妈也有机会 也许啊 明年的时代网上 就会有中国大妈的身影 好的谢谢 好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股市 在前期连续上涨之后啊 昨天A股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回调 户中指数跌幅5.43% 深圳综合指数也是下跌了4.3% 大盘创五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啊 有网友说 五税前赚了52万 五税后亏了40万 堪称史上最贵五角 那对此的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 无论涨跌 中国股市最近都令人步步惊心 英国金融时报9号评论说 如果说中国股市 真是一辆过山车的话 那周二见证了人们 把手伸向天空 并高声尖叫的一刻 今天大盘强劲回升 大涨于80点 重新站上了2900点 正是这样一种 让人心跳加速的行情 让沉寂很久的股市 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了 老股民或许还在为解套 是苦苦挣扎 而新股民或许一入市 就尝到了大赚的滋味 当然了 还有很多人在琢磨 要不要加入这个心跳的队伍呢 可以说 股市涨跌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情 我想对那些正在思考的人说 你是否做好了 每天面对着电脑屏幕 随之行情曲线 大喜大悲呢 业余时间也不得不学习研究准备 如果你认可了 那就助你赚大钱吧 不过还是要提醒您 股市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那说完了坚强的中国股民 我们再来看一个 土耳其的坚强女子 在当地时间的12月9号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当地政府想要强制将一栋房屋 改建为会议中心 引发了住户的不满 住户们因此走上了街头抗议 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那当地更是出动了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这个时候啊 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红裙女子 在防暴警察面前是翩翩起舞 从这张照片当中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对比 一对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一个翩翩起舞的柔弱女子 当然了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对比差异 这位跳舞的红衣女子 独自哭泣流泪的画面 才更加让人觉得心酸 我不知道啊 这位女子是先哭泣啊 还是先跳舞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 这位女子的房子是被拆掉了 还是没被拆 但是我只想说 面对生活啊 谁都会有无奈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得不面对挫折 也无法选择事情的结果 但是啊 你可以选择自己面对挫折时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支持率持续下降 内忧外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窘境的 据中心网9号援引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的8号晚 美国总统奥巴马现身 美国著名深夜脱口秀 科伯特报告 客串了一把主持人 同时呢 奥巴马还与主持人 斯蒂芬·科伯特舍战了一番 自嘲的同时呢 还不忘谈论家庭以及近期 他受到的众多挫折等问题 在节目中呢 奥巴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好口 才引得现场观众大笑 和如雷般的掌声 不过啊 就算是总统本人坐在对面 主持人科伯特 对奥巴马最近的一些决策 也是毫不留情大胆的吐槽啊 被吐槽换了太多任的国防部长了 奥巴马多少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能够自嘲一番 讨巧过关 据报道 奥巴马常常上类似的 电视谈话来节目 就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好口才 和亲民形象 争取特定选民的支持 不过目前奥巴马政府内外交困呢 支持率有屡创新低 恐怕不是说几句漂亮的话 就能够解决的 毕竟话说得再好 也不如事情做得好 好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改选引发讨论 近20名来英年代 联署龚朱立伦参选党主席 他们为何会有此举 台里把机构负责任王金平 又会否参选 台湾市日评论员唐湘龙 有独家观察 好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读书 上网 刷屏 蓝狗 蓝狗 经常用眼喝蓝狗 酸酸的蓝莓 甜甜的枸杞 经常用眼喝蓝狗 享受健康 相中食聊 爱药 九九九九九 得逞黄金 爹 爹 爹 老爷子腰腿真有劲啊 那是 盖铁新兴维生素 搭档着更好 黄金搭档 祝您腰好 腿好 身体好 回去就给爸妈买黄金搭档 胃不好 总是不舒服 江中头骨饼干 胡头骨制成 养胃 下午吃一点 下午吃一点 江中头骨饼干 养胃 享受健康 江中食聊 宝宝大脑对关键营养素的需求率 是你的两倍 会是金装S26 五倍DHA 致学优营养 经常便秘 经常到肚子 肠道均需失调 搅一搅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牛奶发酵 醋生有益菌 肠道好健康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江中集团 一心 一心 做好茶 感冒了 找改育啊 修正牌 改育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给孩子选药 要认真 孩子不吃饭 我就选儿童装江中牌 建类消食片 看它的配方 山楂 陈皮 麦芽 山药 太子参 是药材也是食材 助消化 放心 老人没胃口 打人肚子涨 我还是选江中牌 建类消食片 放心 嚼碎了吃 更有效 家中常备 江中集团 消炎震痛 就用修正牌 射箱撞骨高 去除快 震痛快 我在苏门达蜡 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椰子 噢耶 进口苏门达蜡 越江 新西兰奶源 动植物双蛋白 清爽又营养的椰子牛奶 You are the best 噢耶 宝宝大脑 对关键营养素的需求率 是你的两倍 会是金装S26 五倍DHA 智学优营养 进口 进口 Let's come star I have the greatest stars for my dearest mom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我是紫乔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自从九合一败选 马研究请辞国民党主席后 党主席补选议题 让国民党内山羽欲来 由于新任党主席 将牵动2016年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各方势力运作暗潮汹涌 其中 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以及代理党主席吴敦义 都是被点名的热门党魁人选 今天下午 国民党代理党主席吴敦义 首度主持中常会 其中一项重大议程 便是敲定了党主席补选作业细则 党务人士指出 党主席补选作业 将在38天内完成 原则上定于明年1月17号投票 今年12月12、13号领表 对于外传 吴敦义希望国民党中常委 由夏而上拱他选党主席一事 吴敦义昨天驳斥称 不会竞选 并连续说了三次不会 而被问到同样问题的胡志强 则低调表示不回答 因为他连日来只忙于 感恩茶会和打包办公室 如何从败选后重新出发 还在思考 另一边 国民党籍明代 廖正景、蔡锦龙等人 今天召开记者会发起联署 呼吁党内过半明代 支持新北市长朱立伦参选党主席 对此朱立伦本人一改选后 出席感恩茶会时 我不会逃避我的责任的说法 仅表示 先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大家想太多了 但有消息透露 朱立伦曾经对幕僚表示 未来要担任党主席的人 必须不能是傀儡 必须是有清晰的改革 重整的方向 此外 同样被认为 在党内名义很高的王金平 昨天在被问到 是否参选党主席时 是这样回应的 如果要竞选党主席的话 是更有正当性 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不见得吧 要选的话 现在也有资格选 我讲过了 我还是三不 王金平重申所谓三不原则 至于去年因涉嫌死法官说案 而遭国民党撤销党籍一事 王金平更是表现得蛮不在乎 妙的是 党内不分亲不亲王 就连人气王朱立伦谈到党结案 一口同声 都是这一句 第一 王院长是国民党 非常重要的资产 第二个 加合万事兴 加合万事兴 何况呢 这个鸡毛小事呢 闹得这么大 国民党九合一败选 王金平党结案重新被提起 会不会由此解套引发联想 而眼下 蓝营各重量级人物 纷纷低调回应党主席改选话题 未来谁来领军重振士气 还是个未知数 好 相关话题呢 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紫乔 就这个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资深媒体人 唐湘龙先生 湘龙兄好 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党主席改选 是最近都一直引发讨论 现在有党籍 国民党籍的名义代表发起了联署 是要力挺朱立伦来做国民党的党主席 为什么国民党籍的名义代表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依照过去的政治惯性来讲 国民党在2016领导人选举当中取得胜选的机会 可能不大于十分之一 可是这对于这些立委来讲就非常的残酷了 你看这些立委 他们也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席位 所以现在这些立委 你与其说他们是在为了党 拱出一个他们觉得最强的候选人 他确实是有这个样子的味道 可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们无非希望这个党在这一年当中很快的振作起来 能够带着他们再去打2016的这一仗 即使领导人很难赢 可是立委能当选多少算多少 朱立伦已经剩下蓝军的唯一的孤军了 那这个孤军又是新北市这个板块最大 人口最多的地方行政区 朱立伦几乎已经责无旁贷了 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说到了 对于是否参选朱立伦本人的态度 一直给外界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他还曾经对幕僚说 未来要担任党主席的人必须不能是傀儡 必须是有清晰的改革重整的方向 你怎么解读朱立伦这个表态 朱立伦这个表态是贴近事实的 一方面他也对于所谓的未来的新世代的党主席 定一些所谓的规格标 这个人必须第一个 他最少要让外界认为 他不是马英九的傀儡 不能是马英九的傀儡 再来就是说因为党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 因此党今天的新任的主席 他会被赋予一个更高的一个改革的诉求 所以他必须要有比较长线的 就是党的再造的规划 就像是2000年那场重大的挫败 国民党开始进行了长达四年 五年的这个内部的改革 那个改革初步看起来是有成效的 所以国民党在2008年夺回了政权 那现在再遭遇到这个挫败之后 他也必须要有这样的长线的准备 朱立伦现在之所以没有表态 因为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而已 不表态一方面 他要区分敌我 把香花毒草先弄清楚 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 有一些不表态的人 搞不好他也在观望 到时候如果我朱立伦表态了 结果又杀出了其他的陈咬金 把整个局面搞得一塌糊涂 我参选觉得我弄的党反而跟分裂 没有一一 但是等到劝劲的声浪 越来越越涌越 慢慢的党内的其他的杂音趋于平息 到那个时刻朱立伦的 整个的参选的动作 才会明朗才会水到渠成 除了朱立伦呼声很高之外 代理党主席吴敦毅 也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那为什么吴敦毅 这么坚决的说自己不选 他的不表态 其实就完完全全符合 刚刚朱立伦所说的 这个时刻担任党魁的 担任就是说 担任就是说党的领导人 党主席的位置 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他不能让他觉得他是个傀儡 吴敦毅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因为他跟马英九是绑在一起的 马无马无是一个 政治上面的专有名词 马英九 吴敦毅 因此今天马英九请辞了党主席 如果吴敦毅继任党主席 你要去如何去说服大家说 今天吴敦毅呢 并不是帮马英九来开门的 所以吴敦毅说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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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会选的 倒是王金平的变数就比较多 是 说到王金平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 最可能的人选 最近也非常的活跃 因为他在台湾的政坛是人员非常好 以著称 不过麻烦的时候 他现在还有党籍案在身 不过他自己也说要选的话 我现在还是有资格选的 那如果王金平出来竞选 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话 你觉得他胜算的几率有多高 他没有胜算 可是他会是国民党的悲剧 我相信今天朱立伦如果到现在为止不表态 他等大家一个风不断的点名的时候 他都不愿出来 他就是担心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 王金平一旦就说朱立伦做了表态之后 如果王金平跟进了也做了表态 那么党接下去很可能会重演分裂的局面 那因此对于朱立伦来讲 如果他在这个时刻 他要勉为其难的 要把党的未来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面 如果责无旁贷 他起码要做到一点 就是党内没有牵制的力量 如果他的参选反而造成了 党在目前已经无可分裂的情况之下 竟然还分裂 他跟王金平的关系都因此而搞坏了 那王金平当然我判断 他不会选 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时刻去搅这个浑水 他会成为国民党的罪人 除了朱立伦之外 还有其他像是朱立伦 这种急速的候选人出来 我认为是目前蓝军的政治气氛当中 不会被许可的 谁出来谁就会成为罪人 因为蓝军其实在情感上面 已经定调了 2016就要交到朱立伦的手上 党主席就要交到朱立伦的手上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 虽然不是明文规定 但是他几乎就是政治权力 逻辑上面的必然 就是谁是党主席 谁就选领导人 好 谢谢湘龙兄的分析 我们时间交换到福德联播室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好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点半称 这追点脑萎缩以危及生命 再度申请保外救医 吕秀莲大阵仗探点 扬言不释放电觉史 好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 难问的是 NV立刻输至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立刻输 NV立刻输至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立刻输 新闻事件错综复杂 有时看似毫不相干 其实背后都有关联 我们集合两岸智慧 会整分析 带您直抵核心地带 一大苏家 非方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其中是必有蹊跷 安倍的野心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陈水扁保外就医话题 持续在岛内发酵 据台湾媒体报道 9号陈水扁已经向 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陈水扁办公室10号表示 以为请律师 以台中荣总医院 11月4号的最新指段书 第二次向台法务部门 申请保外就医 判年底紧速核准 好 马上进入 现在台湾环节 来看东南卫视 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陈水扁办公室表示 根据最新诊断证明书 陈水扁病因主要是 脑部神经退化性疾病 手抖 口吃 动作失能 严重漏尿等相关病症 皆源自脑部病变 甚至包括发生多次腔壳 有危及生命的危险 陈水扁办公室说 诊断书的结论指出 陈水扁需要全天候看护照料 离开目前监禁环境 及居家疗养 据报道 陈水扁的律师郑文龙 10号上午到台法务部门地壮 他声言 释放陈水扁的权力在他们手上 希望马英九这次不要再管了 而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问题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 马伟国9号就表示 马英九的态度一向是 尊重主管机关 依据法律及医疗专业评估 所做的决定 从不介入司法个案 立场始终如一 今天上午 陈水扁前副手吕秀莲 率领六个绿营县市长当选人 五十多位县市议员 大阵仗前往台中监狱 探视陈水扁 对台法务部门建议陈水扁 向台高院抗告 或重新申请保外就医 吕秀莲说 法务部门已释出善意 但陈水扁平安夜前 若没回家 他将到马英九办公室前绝食 该不该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成为九合一选举后 岛内最热门的政治话题 目前就有台媒称 绿营政治人物频频出招 台法务部门释出上意 释放陈水扁 似乎来日不远 不过民进党前主席 施明德日前强调 陈水扁没有道歉 忏悔 交还不当利益 这是正义的问题 不是释放陈水扁 就能蓝绿和解 我是陈欣 现在台湾 好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新闻事件错综复杂 有时看似毫不相干 其实背后都有关联 我们集合两岸智慧 会证分析 带您直抵核心地带 一大苏家 非方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其中是必有蹊跷 安倍的野心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游屋变走 变 变走游屋 全靠雕牌全校 加盟洗洁精 加多30%活性物 令游屋快速消失 变 去游快 用雕牌 新闻时时发生 看似杂乱无章 其实有迹可寻 角度就是态度 高度决定事业 海峡新干线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谢谢 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累了 喝乐乎 皮神抗疲劳 困了 喝乐乎 皮神抗疲劳 喝乐乎 一大正能量 给孩子选药 要认真 孩子不吃饭 我就选儿童装 将中排键位消食片 看他的配方 山楂 陈皮 麦芽 山药 太子生 是药材 也是食材 助消化 放心 老人没胃口 打人肚子长 我还是选 将中排键位消食片 放心 嚼碎了吃 更有效 家中常备 江中集团 何其正 大罐更尽兴 中国凉茶 何其正 黑人茶被剑 严选商品茶叶 五千加 纯净 配合初次萃取技术 提炼出第一道茶中精华 初脆茶多分 黑人茶被剑牙膏 发挥四大剑齿功能 初脆 倍感珍贵 黑人茶被剑 汇聚茶香 黑人清新绿茶 收口水 快来体验 一万三千公里 万里茶道 无限降山 重返旧时荣耀 见证今日繁华 百年康长 茶道 张兄弟 陶琴 出发 好 今天的海峡 新感谢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四孝 明天见